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这个动作是针对腰部弧度过直的问题 首先我们坐在这里之后 停起身,手指翘手指 双手放在枕骨后面 尽量拉直的身 然后用横甲膜吸气 这只脚应该是拙住地 然后拉向后 但同一时间双脚是不可以离地的 用身体所有的力量慢慢呼气 然后将整条腰慢慢向后咬 这个动作每日可以做30至40次 以下这个动作是针对腰部弧度太大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平睡 然后将一条毛巾放在盆骨下面 双手放在大腿的内側里面 现在用横甲膜吸气 而呼气的同时 手和大腿是要互相斗力的 而尾骨离地少少 腰部又要贴地 每日这个动作做30至40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